我是朱欣怡 Julia 资上心理师 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 在资上室里 我听你说 在Podcast里 也邀请你来听我说 那些肉眼看不见 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 心理学小技巧 与翻展人生的故事 哈喽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我是朱欣怡 是讲心理师 欢迎收听朱欣怡说心理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最近确诊的人数 有明显的在下降中 我的心情算是十分复杂 一则一喜 但是一则一忧 就希望大家 我们更绷紧神经 好好的防疫 让我们的疫情 真的能够很稳定的控制住 那在这个时间 真的过得非常快 我们即将要步入 全国升三级警戒 一个月的时间 不知道在这段时间 你一切好吗 我们就来听听看 这位听友 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一些心情 我们来做一些回应 和分享咯 我是一位 有两个就读小学孩子的母亲 因为和确诊者接触 使得必须居家隔离 两个礼拜 又适逢停课不停学 除了面对疾病的担忧 与恐慌之外 还要处理工作上的问题 以及孩子学习 先生因疫情 目前也停薪停工 所以真的是压力破表 想请问 应该怎么调整 还面对这接踵而来的挑战呢 是的 风传媒有报导 在英国的爱塞克斯 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研究 就是说孩子停课 会严重严重的 影响到妈妈的精神健康 我想在这个时候 妈妈这个角色 真的是非常多的挑战 不管是妈妈 还是任何一个角色 其实我们都受到了 非常多的挑战 可是挑战就是一个 这么奇怪的东西 她从来没有在挑选时机 也从来没有管她的分量 是不是来得刚刚好 她就是要来就来 也没有等你要准备好了 她才来 所以到底我们在面临 这么多这么多 接踵而来的挑战的时候 要做些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和调试 我们能够好好地 熬过这黎明前的黑暗呢 今天就来分享两个方法咯 第一个方法叫做正常化 挫折困难 你觉得是必然的吗 还是一帆风顺才是应该的 或者是你认为 货不单行 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是别人才会发生的事呢 还是其实是每一个人 都会经验到的呢 如果你认为 这一切都是正常的话 你就不需要花这么多的力量 去抵抗它 你就只需要专注当下 你能掌握的事情 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 podcast叫做听天下 他在195集的时候啊 特别访问了一位超级业务 他问这位超级业务 他说哇第一年耶 他才毕业第一年 他就赚了160万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觉得一个好的超级业务 他的最重要心理素质是什么 这个业务就跟他回答说 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矫正自己有正确的认知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因为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也会觉得非常非常挫折 为什么因为啊 他约别人 以前约十个人 总会有八个人出来吧 就是来跟他 不管是聊天啊 吃饭啊打球 他现在也只是约客户啊 就出来聊天啊 或者是聚餐啊打球啊 就这样而已 和他说以前十个也会有八个 但是现在十个不到四个会出来 所以一开始他觉得非常挫折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尤其是在路上 如果是做那种问卷的时候 更是夸张 十个人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愿意停留一下 多半的人都是无视啊 无视就是当做没有看到他一样 十个人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停留 你就会觉得 哦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他说他看到非常多会阵亡的业务员 都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个挫折 可是在他认为这些都叫正常 就是每一个业务员不是只有他哦 而是每一个业务员也都是这样经过的 所以他只需要好好的熬过去就好了 所以我想无常我们会认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就叫无常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就叫做正常 但是其实发生在所有事情上的无常就是正常 正常的话可以帮我们接纳当下的现况 我们不用花那么多力气去抵抗去逃避 想要赶走他或是丢跑他 我们只要跟这些事实说好 说yes 然后你用最轻松 省力 然后专注你可以做的事情 然后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在面对挑战的时候 一点一滴的力量都是那么的珍贵 所以不要把力气再花在内耗上面 我们就集中火力 让我们好好专注于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上 第二个方法叫做更允许 你有数算过吗 自己到底遇到了多少困难 自己在这段期间到底有多少角色需要兼顾 到底有多少新的事情 新的学习需要你去适应 我想其实在这样的非常时期 每一个人都是困难的 但是有一些不必要的压力 是我们不必承受的心理负担 那就是自我苛责 我们常常对自己有非常多的期待 然后觉得每一个角色应该做到什么样才好 但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 请不要让它成为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知道很多教养专家 也未必在管教小孩的时候 情绪都不会失控 很多医生也未必会按照他的医嘱乖乖行事 很多婚姻专家也会以离婚收场 像我自己这样的心理师 也不代表我一定都会心里很平静 我有时候也会出现心里抓狂的时候 所以我们很努力的想要往哪一些方向靠近 我们会很努力的去做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尽善尽美 用很理性正确尽如人意的方法 去靠近我们想要的那个目标 所以请不要再一直苛责自己 在这样的时刻里面 别人可能不允许你 可是请你要更温柔更包容的允许自己 允许自己很多时候做不好 允许自己有一些无能为力的感觉 允许自己不可能凡事都兼顾得那么完美 请不要让自我苛责成为你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让你自己能够更允许的专注当下 最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心安平安的惯例 我除了用心理学的资讯和知识来陪伴大家以外 我也会希望能够在这个时期提供给大家很多能陪伴大家 疗愈自己的资源 所以今天会介绍两个东西给大家 第一个是我们资商心理师全国联合会 号召了全国的资商心理师去架设了一个这样的网站 我们提供免费的线上的讲座 线上的团体 线上的一对一咨询 还有很多的欣慰文章 都会在里面大家都可以免费索取 那我也会把它的网站连结放在我们的show note里面 大家就可以去看 第二个呢 是我特别要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 音乐玩家张凌峰给大家认识 为什么我特别想介绍他 张凌峰出过三张Saxphone的演奏专辑 入围过金曲奖 大家听一下他还受外交部的邀请 曾经到梵蒂冈去代表国家做表演 这有没有超厉害 他的Saxphone真的是神乎奇迹 大家如果上音乐玩家张凌峰的YouTube 就可以听到了 另外如果你想学习Saxphone 当然可以透过他的粉专来私讯他了 这个时候我特别挑选了一个 非常适合今天的主题的一首 他的Saxphone研究曲叫做 午后曼特宁 希望在这样接踵而知的挫折 和我们的心理压力真的是爆棚的现在 大家要记得今天提供的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正常化 请你正常化你的压力 不要认为它是不必要的 而想去赶跑它 就耗了你更多的能量 另外就是更允许自己 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 你给自己更多的允许 你懂你自己的辛苦 你懂你自己的付出 这是很重要的 不要让自我苛责 成为压垮你自己的最后一根道场 让我们就在舒服 放松的这样的演奏里面 我们也为自己的心灵 去点上一杯午后曼特宁 我们心要平安 祝福你 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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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